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飞行员表示 皇家空军拦截了一架正从南部进入爱沙尼亚领空的飞机 该机在北约空域过境时 皇家空军识别并监控了它 这次拦截是标准的处置方式 在双方接触后 台风战机护送伊尔76运输机向北飞行 远离了爱沙尼亚领空 据报道 英国皇家空军部署在爱沙尼亚以支持波罗的海空中警务行动 这是自从皇家空军于2019年5月3日接替德国空军的增强空中警务行动以来 执行的第14次拦截行动 英国方面表示 空中警戒以及拦截行动 进一步证明了英国对该地区安全的承诺 6年3月est案 4日 6月 20 Rand 超 5日 我 菜